过去曾经法院 宋持许多经典与佛菩萨圣考 而现在希望专心学习净土法 请问老法师 应如何如理如法地放下从前曾经许下的誓愿 这些你放心改过来就好了 为什么呢 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才能够圆圆满满 包含着一切祝福 一切菩萨 念这一句佛号就统统都念到了 不违背你过去发的誓愿 而且是真正能够圆满成就你发的誓愿 你要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念这么多佛的名号 这么多菩萨的名号 一尊佛菩萨都见不到 佛菩萨跟你距离很远 如果你专心念阿弥陀佛 其他统统都不念了 专念阿弥陀佛 求生进土 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了 舍方刹土 一切祝福如来 你天天都跟他见面 经常讲得很清楚 每一天你都可以去供养一切祝福 供养佛 修佛 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 佛会 佛会双修啊 舍方诸佛无量无边 你怎么去法呢 到极乐世界不一样了 你可以分身的 舍方有多少世界 你就可以分多少身 同时去 你看看多自在 我们在这个世界 分身无数 到极乐世界 分身有数 你不是看到大经里面讲的吗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六种神通居住 天眼 动视 天耳 彻听 踏心 虚命 神足 神足就是变化 你们看西游记 孙悟空 七十二变 那七十二变要跟西方极乐世界人比 那就太少太少了 它才七十二了 西方极乐世界人的变化是无数的 无量无数 所以他有能力分无量无边的身 去供佛 去听法 你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一天 那个功德 我们这个世界 多少个节也不能比 这个是一定要懂得的 这样殊胜的法门 也不是很难成就 一定要把握世界 这一生当中 干真一桩事情 最有意义 最有价值 好 好